各位朋友好 这里是小民之心 震惊世界的长春长生疫苗问题 似乎有了结果 中共的官媒报道 8月1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了会议 听取了关于长生公司问题疫苗案件的调查 以及有关问责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了讲话 可以说这个会议的规格相当的高了 而且由习近平亲自主持 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 包括将吉林省副省长免职 还要求几个官员辞职做检查 并决定对食品药品监管的总局副局长 进行立案审查 然后李克强又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的常务会议 决定没收长生公司的所有违法所得 并处以最高罚款 至于非法所得是多少 最高罚款是多高 恐怕又涉及国家机密了 这次对于长生疫苗案件的处置 中共的媒体多维网宣称 疫苗案令高层震怒 习近平处罚力度前所未有 新华社发表短评 题目是重点治乱 给人民以交代 说多名领导干部受到严肃处理 彰显了重点治乱 去科除弊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充分体验了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古人有乱世用重点的说法 所谓重点就是严刑峻法 新华社的这个题目起得非常有意思 他无意中暴露这样一个事实 当今的时代是乱世而不是盛世 牛潭琴著名的时事评论大V 也就是新华社环球杂志的副主编 把这次政治局的常务会议 说成是一次史无前例的会议 史无前例的重视 史无前例的问责 史无前例的警示 并说中央真是震怒了 真是下了狠手 总之 中共的官媒口径大体一致 都宣称这次对疫苗案件的责任的处罚 极端严厉 甚至构得上是重点 可事实真是那样吗 我们知道 中共的高官免职和辞职 和普通的职员辞职并不相同 和西方的高官辞职更是不同 普通员工辞职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至少没有工资了 西方官员辞职 那就是一届平民了 而中共的官员辞职和西方国家情况完全不一样 这些官员的行政级别没有动 待遇不受影响 只是调整了一下位置而已 过一段时间 风声一过 就会公开付出 甚至还会获得晋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三聚清安 毒奶粉事件后 所有受处罚的官员全部都顺利付出 无一例外 其中 时任国家药监局食品安全司司长的孙贤泽 居然被任命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药品安全总监 也就是说 过去是主管食品安全 因为毒奶粉事件反而官运横通 从食品安全的主管变成了药品安全的主管 这次令人费解的是 负有直接责任的国家药品安全总机孙贤泽 2018年的2月才刚刚离职 这一次居然平安无事 在中共现有的处罚制度中 免职辞职做检查 根本就不算处分 很多官员到达了退休年龄时 也是被免职 而所谓辞职就更加平常 许多官员升迁都会辞去原来的职务 至于做检查 那完全是毛毛雨 对比那些被开除公职 开除党籍的处分 这些官员涉及如此重大的案件 造成如此恶劣的后果 却如此轻描淡写的处理 竟然还被中共的媒体称之为重点 言行俊法 这不是公开的侮辱国人的智商吗 更何况长生疫苗公司如此疯狂 背后一定有腐败的官员坐后台 这在当地在行内 恐怕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 然而事到如今 竟然没有一个地方官员被立案调查 这不是太滑稽了吗 新华社居然还说 这充分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 似乎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如此严重的疫苗伤害案件 反而成了习近平从严治党的功劳 令人奇怪的是 中央居然召开了如此重要的会议 习近平也发表了重要讲话 却为何没有公开讲话的内容呢 显然这个讲话并不适合让百姓们知道 无论如何 处理一个副省长就将把这么重大的事件了结 中共也确实太小看中国的百姓了 就像人民日报说的 食品安全是最基本的公共安全 既是民生问题 经济问题 也是政治问题 这么一个举师瞩目的重大政治问题 一个小小的副省长 他能承担得了吗 中国这些年已经连续出现了多次重大的有毒疫苗事件 习近平 李克强 你们难道没有责任吗 其实最应该向全国百姓做出深刻检查的 不是那几个小小的厅局长 而是中共的最高当局 习近平 李克强 至少应当亲自向国民道歉 而不是在几个小官僚面前假作震怒 这样虚张声势 拿早已被看穿了把戏来愚弄百姓 反而在世人面前暴露出了当局的无能和无耻 再有 就在这两天 震惊中外的龙泉寺主持性请案 当局好像也做了了结 中国佛教协会15日召开了理事会 接受红色大和尚 学成辞去佛教协会的会长一职 当然 红色大和尚还将辞去全国政学常委等官方职务 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性秦女弟子并导致多位尼古精神失常的大和尚 仅仅是辞职 和多个涉及读疫苗的官员的结局完全相似 至于中共当局在背后是否还有其他的安排 我们不得而知 无论如何 红色大和尚不得不辞去佛教协会主席的职务 无疑是中共的巨大的损失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 佛教界人士透露 这位性秦对尼古的红色大和尚 竟然荣获习近平的八字赠言 努力忏悔 安度余年 这也就意味着 这位红色大和尚获得了习近平赐语的单书铁卷 免此金牌正是获得了赦免 不再接受司法审判 从此可以遗养天年了 习近平对这位红色大和尚真是关爱有加 法外施恩 在这些令人痛恨的事件的处理上 习近平难得显示出了宽厚温柔的一面 据说红色大和尚已经回到了家乡福建 在玻璃大王曹德望捐见的大型佛寺 崇恩禅寺修养 作为福建人的红色大和尚 这也算是衣锦还乡了吧 只是并不是什么人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能得到习近平的特殊恩典 这些年 在那些落马的高官的案例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格外严酷 甚至是牙姿必报的习近平 那些被处理的高官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政治腐败 也就是对习近平犯了大不敬罪 至于贪污受贿 私生活糜烂的罪名 那只不过是一个借口 到后来连借口也不需要 最近一个被处理的高官 是一位已经退休十多年的老人 叫张小山 主要的罪名就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此人曾经担任国家摇杆中心的主任 可能是副部级的干部 而且还是红二代 据说张小山在微信上的同学群中 发布转发了多篇文章 涉及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诋毁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等 至于张小山究竟涉及了什么具体的内容 当局可是密而不宣 就因为在同学之间 发表或者转发的这些短文 张小山居然被中央的纪检委和监察部立案调查 这就意味着张小山面临着党纪和司法的审判 就是你退了休 也让你不得安生 什么是严刑峻伐下了狠手 这才是真正的严刑峻伐下了狠手 对比而言 有毒疫苗至少让数十万民众受害 在民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恐慌 有关官员只是免职和辞职 而对一位仅仅在有限的几个同学中 发表点议论的退休老人 居然立案侦查 习近平口口声声说为人民服务 几十万人民受到了伤害 居然都不如转发几个贴子罪行严重 由此可见 习近平真正关心的只是他自己的形象 而不是百姓的福祉 百姓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涉及圣上的事再小也是大事 就现实来说 只要不妄议 杀人烈色那都是小事 不要说法律制裁 就是党籍证据处分都用不上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习近平看中的只是官员们对他的服从 其他伤害百姓的问题并不值得认真对待 相反 如果是妄议中央伤害了他的权威 那是罪大恶极 绝不宽恕 当然 习近平这么做 本身就是这个政权的性质决定的 此外 如此轻轻发落涉及毒疫苗案件的官员 可能还有一个特殊因素 在目前 习近平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特别是贸易战的压力之下 习近平需要安抚下属 笼络人心 共度时间 习近平真正防范的敌人 是中国的百姓 而不是这些贪污腐败 失职肚职的官员 他当然不会像镇压维权的百姓那样 对官员们下狠手 在这个危机时刻 习近平更是需要这些官员们 替他镇压百姓 强化他的权威 所以习近平肯定会更加 严厉的打击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人 控制党内的大局 而同时 在其他的问题上 则是高高的举起 轻轻落下 甚至是稍加放纵 毫无疑问 习近平的权力 已经和毛泽东相提并论了 习近平所造成的灾难 也一定会和毛泽东相提并论 好 关于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 小民之心谢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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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